北京时间2月2日,芝加哥公牛队官方宣布,球队已经裁掉前锋卡梅 龙安东尼,安东尼是在之前与火箭队的一笔交易被送来公牛队 的,据沃神报道报道,消息源透露,安东尼将会成为自由球员 可以去联盟中其他有名单空位的球员签约,胡人队真的可能会在周 五交易截止日之前签下安东尼,纽约时报记者马赛斯特 因报道,卡梅龙安东尼已在今天被正式裁掉,他将在周一正式 成为自由球员,距离他上一次为火箭队出场效力已经过去85天 安东尼上一次出战是在北京时间11月9日,本赛季他共出战 十场比赛,场均13.4分,本文来自NBA官网